肩负全市人民的重拖在户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今天启程复京 参加即将召开的12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全国政协12届二次会议 代表委员们表示要认真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不负人民的重拖 今天下午59名在户全国人大代表启程复京 对于18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次全国两会代表们充满了期待 三中全会一共有300多项的改革 如果我们把起步做好了成功了一半了 所以14年就是要把这个改革的起步做好 目前上海代表已精心准备了20多件议案和书面意见 怎么样来加快转变我们政府的职能 所以我建议国家层面的话应该加快进行社会信用体系的立法步伐 社会管理 社会自治 爱是我们的妇女儿童老人 我多方面的建议 关注就是跨境电子商务的相关的体系跟法律问题 我所关注的还是如何在提升我们国家的制造业 进的人才的培养 105名在乎全国政协委员上午出发前往北京 临行前为员们抓紧时间相互交流各自的提案或书面意见 刘翔和姚明两位委员都结合各自的专业带来了提案 我还是比较关注我们本领域里面的东西 推动一些篮球其他方面的改革之类的东西 这就是怎么能够为全民建设服务吧 截至目前有54位在乎全国政协委员已提交242件提案 主要聚焦生化改革 环境保护 上海自贸区建设 食品安全等方面 怎么来培育本土的跨国企业 怎么来提升国际竞争力 主要不要关注比如说互联网金融 还有比如说我们最近比较热的打扫软件 对我们社会的影响 记者邱绪黎报道